他追了我八年 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可是忽然之间 我们的感情一夜就变了 他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我好过 我不明白这段感情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变得越来越强势 我为这个家做的他从来都看不到 我累了不想每天和他扮嘴 只想轻轻静静地过日子 有请各位夫妻有请 董先生62岁来自北京退休 宋女士60岁来自北京退休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哥在家里是不是背受气啊 看出来了 这个气场和气势不一样 说您追大姐追了八年是吧 对 那么难追啊 当时的时候她不是我特别心仪的人 因为她对我的好 我认为只是作为兄妹是更好 你看现在还这么自信的兄妹呢 结婚的有三十几年 35年 35年了 有一个女儿 有一个女儿 贵女儿多大 34 多好 这不是挺幸福的吗 当时追我那么多年 对我的承诺也很多 不光她对我的承诺多 我婆婆对我的承诺更多 说当年我说没有房子 说我们家分三居室都给你 说你那个进门就当家 工资全交给你 刚好那个特别希望我们好好过日子 2017年1月7号那天晚上 我突然心脏不舒服 她没在家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我不舒服 我说你干嘛 她在我妈妈那儿 陪我妈妈玩牌呢 这关系多好 这女婿 这姑爷好啊 她老向我妈那儿去 我妈我爸这么多年 经常是她给开药 给照顾 完了呢 她没回来 没回来我就特难受 我就给女儿打电话 我说妈妈特别难受 我说你爸玩牌不回来 完了我女儿就特着急 说妈说你别着急 她说我现在赶紧地回 可是我女儿到我家 也得有一个多小时 开车赶紧回 她就先给物业打电话 说我妈不舒服 你能上我们家帮一下吗 结果呢 她给我叫的120 她一点多才回来 完了女儿就特别生气 她还没有认识到 自己有问题 完了就抄着起来了 我当时心脏特难受 我说你们别在我面前抄 我说你们出去吧 结果她跟我女儿 抄着就出去 结果她就真走了 回我婆婆不家 一直到现在了 六年 怎么了大哥 你这是到什么腰啊 你要把那八年的时光 全追回来是吧 还差两年是吧 您怎么个意思呀 因为她那个心脏 原来从来是没有这个毛病 后来她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当时觉得 就是她让我回家时 所以我就没给当成回这事 那你也犯不上 这一走走 走这么多年 因为是我那天从家里边走的时候 反正就说比较是凄惨的 因为是凄惨 因为是我那天晚上从我们家走的时候 我是夜里边从我们家徒步 徒步那个走回家的 走多远啊 打哪走哪 从那海添 从那海添 分泉 走到那个中治那个医院那 32公里吧 当然不近了 走了是一晚上 走回来都天亮了 手机也没有那个电了 钱也是没有了 眼镜他们给我弄碎了 给那家里边的钥匙全拿走了都给 所以呢我后来想回这家 也是回不内去了 他这找的都是借口 您把人钥匙收了 没有 那怎么没有人呢 你看有一次我坐地铁 把那个背包那个钥匙丢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二哥我说我的那个钥匙 那个没有了 回不去家了 完了他让我上我婆婆家 我婆婆家有我们家的备用钥匙 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 那个钥匙是那个后来 后来是配的 你没到婆婆家接过呀 接过呀 您去接过 对文天我去拿钥匙 回家配钥匙去 他反正就是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不回去 但为啥不回家 他因为这闺女在 我们一分回去 我只要是一那个回去 我那书包里边的钱 还有家钥匙 全给我是逃跑了 我这是回这个好几趟 后来是全给我拿走了 不敢回去了就 是回到家以后 就把人钱都收了吗 结婚这么多年 三十多年谁管钱 我管钱 因为他那个好多年也不上班 后来上班也是 在我们单位给我做助手 这是您助理是吧 算是吧 因为当时单位觉得我特别忙 想再给我派一个人 完了就让我在全局选 后来呢我就跟单位人说 我说的单位既然对我这么好 我们全家又在单位住 而且呢他也一直在帮助我们单位 他也很感恩我们单位 我就选择他 这个开工资吗 开因为单位给开 工资谁领 在我这 那不是白打工吗 一分钱都拿不着 家里锅制的不 不可能不给他钱 他拿什么去玩牌 拿什么孝敬父母呀 不可能 只不过就是多少的问题 对吧 对 因为你计划 家里支出要是有计划的 那您这一走 不是工作也丢了吗 没有那会儿已经退休了 我那摊退休了 已经后来是从我妈那儿住 也没有那钱 不那个可能天天天 花我妈的钱呀 半年了都 我然后呢 后来呢就给那个 工资卡挂那事了 现在这卡在你手里 对 那就是要追求财务自由是吧 对 问清楚了 回家可以 能不能把钱给我 不行 让他回家 就把工资卡得上交 因为他花钱 他没有边界感 他请朋友吃饭 他后面没有钱 他都去借钱 他都 就是他哥们意气 特别严重 特别要面子 行 那你现在住的房子 是单位的房子 还是谁的房子 没有 因为我退休了 现在是租的房子 结婚30多年 还租房子 对 因为当时我婆婆承诺 我的那个房子 最后 等我公共去世了以后 给了我小叔子了 不光是这个 包括他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 本来跟他大哥 我们住对门一人一间 结果给了两个两句子 他大哥提前跟我说 说的你们俩 12点中午 记得特清楚中午 我们俩吃饭 找我们俩说 说你们俩别着急 说分两套两句子 咱一人一套 我们真的就没着急 结果呢 等到全楼都拆完了 因为当时他哥哥 已经都不在那住了 全拆完了 都没有人住了 后面呢 完了以后 有一天女儿给我打电话 上小学呢 女儿给我打电话 说妈妈说的 咱们家那个房底漏了 说屋里都是土 因为就八平米嘛 肯定一到土就是床上 不能那个正常生活了 单位就把我给借的 就把我们家三口人 就都给那个东西 就全给拉到单位去了 所以一直到我退休 一直都在单位住 那房子分你们了吗 没有啊 要有了还能 现在到现在退休了 还租房子吗 大哥分了房吗 我问他 他就不说话 躲着 二哥大哥分了房了吗 分了 后来吧 主要是他这人呀 特别那个强势 因为那个我妈那边拆签着 确实我没有得到这个房子事 实际上我那心里边 也是有点愧疚 历史遗留问题 不去追究了 这家里藏着很多的秘密 对 光房子就有两套 至少听起来 这二哥都没给弄清楚 对 那他这六年不回家 闺女什么意思呀 您闺女什么意思呀 闺女也挺生气的 而且闺女到现在 就是说的都有阴影 都到现在都34了 还没有这个 啥阴影啊 就是对这个家庭 就是说的不抱希望 说妈妈说 当时说你那么幸福 那么追你 我奶奶家人都那么喜欢你 最后到现在 怎么过成这样啊 房子房子没落到 对 老公老公跑了 对 老母亲身体好吗 身体倒是挺好的 需要您照顾吗 需要 因为是老母亲 今年87岁了 这不是找一折 回家照顾婆婆去了吗 就是 其实我婆婆 把那三句事 给我小叔的时候 已经跟我小叔 达成协议 人家她来抚养 他们在一起住 那现在您住妈妈呢 是跟弟弟住一起吗 对 您这憋大招呢 因为是那个 我妈呢 她那不是一个三句吗 我弟弟比我是小 那个十岁 他每天学 他还得上这个班 所以呢 家里班 弟弟没结婚吗 结婚了 人家也是一家三口 对啊 结婚了 那不是还有弟媳 在家里呢吗 有啊 人家还有孩子呢 他们都 白天的话 没有那个人都 不是您是不回家 是觉得愧疚呢 还是赌气呢 还是什么呀 当时是没觉得 愧疚 已经闹得挺厉害的了 你们家老太太 没轰你回家住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呢 叫我是经常是 家走也 可是我那天 家那个 没法那个 回去了 您有强调这个 您是不是在妈妈那 住的特自由 对 想打麻将打麻将 想出去玩出去玩 想怎么花钱 怎么花钱 三十多年来 从未有之自由 是吧 对 算了 跟他离了 规矩也大 要的也是个负担 干嘛不离呢 知道真相有什么意义呢 真相就是 一个男人想要自由了 觉得您管多了 伤心了是吧 太伤心了 我说这 大家有点受不了 没聊过这个吗 六年 他不跟我聊 他不聊 问他什么都不说 那去了 去过多少回啊 这六年 去过去过几回 包括我也给我婆婆 打过电话 我婆婆说 我让他回去了 可是他没回来呀 就去过几回呀 六年 对 因为我平时还上班 所以一般的 找他他也不在 我也不愿意去了 后来 我一个是 不想失去这个家庭 因为我们基础 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特别大的冲突 虽然说我受了 那么多的委屈 给我的那么多承诺 都没有实现 但是我还是不想让孩子 真正的失去这个家 所以听两位的叙述 在你们的婚姻过程当中 如果说有大事的话 就在您的心里 如果有大事的话 实际是来自于婆家 您认为的房屋分配不公 对吧 当时他对我的承诺 这算是大事 对吧 这是最大的事 这事您觉得影响到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我老让他去调解这事 最起码你问清楚了 为什么对吗 所以他不敢去 他老回避 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 我说那我不是这家人吗 今天您来是想把他领回家去 对 把工资卡拿回家 人回家 回不回 我要是回去的话 我得是有这个要求的 提要求提要求提要求 赶紧提 就怕没要求 必须的话 你得那个脾气改一改 是我脾气是不好 主要是这个脾气 再一个 我要是回家的话 也可以 工作卡我要是那个 交的话 你那个 比那须得 多那个 给我点 零那个 花那钱 但是呢 但是你要说 天天天叫我那个 回那家 我现在 做不到 哦 还不能天天回家 因为是我母亲岁数太大了 还要照顾老母亲 对 听懂了 过去一个月多少钱零花钱啊 过去那钱 哎呦 他这人看钱看太重 嗯 给的我非常少的是可怜 你跟他要 他就是给你点 50 50 100 200的 这个 天了 他说的这个都不是事实 二哥你还记得吗 你挣500块钱的时候 我给你寄过账 你跟我要走800 就他花 他花钱他没有度 他又抽烟 又喝酒 还玩牌 你说他没钱 他拿什么去玩牌去 那次是随那贩子 那回事 行行行 我这么 你现在退休金多少钱 现在4300多 这有六年了对吧 对 现在存下点了没有 略微的有一点 都去做理财去了 还有一点 我看您这没在一起过日子 什么事可都知道 对呀 因为他身边的朋友 和我身边的朋友 因为我们都好几十年了 因为就是有共同的朋友 说你还上班呢 说你老公都跟人家去玩去了 还请人家吃饭 还老跟人家一起 还出去出去 那个含含理财 还一块唱歌去 那您说他要是这么欢 跟什么人一起唱歌去 那我也不知道 都是他的朋友 那个是那个唱歌 是那个别人 供那私组织那个唱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 反正他没跟我在一起 行了 明白了 六十之后大哥放飞了 飞了六年 心飞也了 不想回家了 是吧 对 回家就是你得 钱得我管 第二 你还不能管我 这我就回家 是吧 然后你还得允许我 去我妈妈那 我回来这 也不是天天回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回家了能照顾妈妈去吗 能照顾 我还希望把我婆婆 接到我们家来照顾 而且我婆婆 我也不是不照顾 因为他原来我父亲有病 说他也照顾我父亲 我婆婆每次住院 每次有病 以前的时候都是我在照顾 让他凭良心说 我对你妈怎么样 对我妈是 我婆婆也说不出来我不好 行 我问点那私密的问题 二哥呀 老太太有没有什么 这个交代啊 关于房子 说过 说这 有具体内容就 就就就就就 就别说了 咱们不说具体内容 有说过是吧 说过 对你有力还是没力 有点力 有点力 这次是一个空饼 还是说 老太太写了点什么了 没那个写 但是呢 现在呢 正在 正在 伴着呢 行 懂了 明白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要不然就维持现状吧 先在外面住着吧 可能二哥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个 不可能 老太太想明白了 还是我这儿子 老太太 人家一二年 已经给了他弟弟 都办完手续了 那名字早就说弟弟了 不可能 哎呀 坏了 这事我想简单了 那可不是吗 人家早就把这事 都处理清楚了 二哥又被骗了 这不是做梦的吗 二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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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不都 现在这房 我妈现在因为是给我地后 我妈现在有点后 后退毁了 现在又 你看看 这二哥又陷进去了 盘点这段婚姻 你就会发现几个核心的关键词 拆迁 这过程里 一个老实芭蕉 被自己老婆管了一辈子的男人 可能在某一个机缘之下 发现 他很有可能在一个问题上面 翻大身 给老婆争一口气回来 所以现在开始做这事了 是 你也有这层面的意思吧 对 除了要自由之外 还有这个层面的意思 您今天的核心不就是 要他跟您回家吗 对 您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 您还盯人家去 就那个咱也不要了 你就老老实实的二哥 您给我回来 钱给我上交 人归我管 我这辈子也就认了 不是我管 那人怎么管呀 人是自由的 事我们听明白了 就是希望他能跟您回家 其他的事 咱过了就过了 不再计较了 到这岁数 对 都这岁数了 是这意思吗 是 听懂了 来 各位老师 你们说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老公兄 您看都老了 对 老夫妻却渐行渐远了 相伴大半辈子了 本应该现在这个年龄 彼此要成为 对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了 是 结果老伴 离家出走了 整整六年 很显然 大姐 您的婚姻很失败 对 您也很悲凉 太悲凉了 他刚才提出个要求 工资卡再交给你 给我的零花钱多一点 这一点能做到吧 能做到 脾气呢也改一改 这个年龄 我们经常发火生气 真的 上身体 我也是 您看 上了五十岁以后 我几乎不生气 有时候 哪怕吃亏 我也退一步 为什么呢 我开心了 就是我赚了 您说对不对 您说的太好了 真是这个道理 赶紧 把老伴 诱惑诱惑回来 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 我今天无论如何 带回家 这很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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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红兄 严老师 带回家非常重要 但这个 大姐真得 想明白 她为啥 现在就不回家了 你特委屈吗 你说 我也不嫌 你没挣什么钱 这么多年 没房子 我也都忍了 我也不嫌 你现在老 咱们租个房子 过能过就行 但她怎么还能 这么就 走一晚上 路也走回 她妈妈家 不回来了 为什么 你强势了 这大半辈子 就你们在一起 三十多年 一直你强势 你习惯了 你觉得没什么 我对你挺好的 但是压倒你们 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你生病的时候 你心脏难受 你的女儿也 骑在了她爸爸头上 她心里得多悲凉 如果说 因为是他们俩人 和着欺负你 全都是太强势了 女儿为什么会这样 女儿为什么这样 女儿是听 听她妈的 主要 对呀 她不是听 她在模仿 她从小看着妈妈 对爸爸就这样 她认为爸爸就是 拽子户的她 爸爸就是这样 谁说她都行 我说她也一样 所以就是现在晚年 变成这样的境地了 所以您说 您是不是得 稍微调整一下 您调整了 您的女儿才能调整 您从心里 真正认可了 我这个二哥 他一生陪在我身边 老实芭蕉 就算没有太多本事 但给了我一个 安稳的人生 你从心里尊重她 认可她 你女儿才能 认可这个爸爸 先生 老顽童老顽童 我们都说 老顽童是件 开心的事 但您不能就 反老顽童 就放飞自我 不管不顾了呀 也不是 因为心里边 压力太大了 是 我明白 您压力大 但咱该负的责任呢 我支持你回家 陪老母亲 就算不为家产 为尽孝心 对吧 你弟弟没有时间 白天照顾妈妈 你去照顾 没有问题 我支持你 但是照顾母亲 同时要平衡好 自己的家庭 你不能说 我告诉你了 我想回家就回家 我想回家就看我妈 就看我妈 我说了算 您这叫不讲理 您这叫不负责 您甚至可以 带着太太 带着妻子回去 一起照顾母亲 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孝顺老人 不是抛妻 弃死地孝顺 自己的母亲 不能太放飞 好的 好不好 你往前进一步 工资卡该交交 妻子多批点钱给她 调整一下你的状态 为了你的晚年生活 为了女儿以后的幸福 我希望你们还能 回到一个正规的轨道上 能够把晚年生活 平静地度过 好不好 谢谢袁老师 曹老师 报完了是吧 这个我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情况 打一上来 这个夫妻二人站着的时候 这男同志就特别强势 我不回家 工资卡反正我也拿走了 但是在后来 咱们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人说了 工资卡我能交回去 你只要给我 把零花钱涨起来 就证明还是 有回家这个意图的 所以说我觉得 您不用担心 我觉得还是正常沟通 达到这个 您先生这个平衡点 我估计就回去了 当然您通过您的努力 这得 我再说您两句 您有什么大计划呀 不用跟我们沟通 您多少跟您爱人 跟您闺女 稍微透那么一点点 要不然的话 您说您这什么也不说 然后那边 因为当年的家里这情况 那边也不信 您能办成这事 这不是里外里 这矛盾越来越深了吗 所以我觉得 沟通很重要 好 谢谢曹老师 尹达老师 任何婚姻 都有可能会陷入僵局 但是我们要拥有的是 在僵局里头 依然能够沟通 和处理的能力 其实这个婚姻 在这六年里头 大家有很多次机会 是可以化解掉的 原本二哥去妈妈家住了 你周末也去 我跟你一起到妈妈这边 看看妈妈 顺便跟二哥一起住 然后在家烧点菜 周一领着二哥 就回家了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自己也是放不下 当时的那一个劲 对吧 但是两个人 在两个原地僵久了以后 都不愿意去 首先迈出那一步 不就导致两个人 越来越僵 现在二哥有自己的计划 而且多陪陪自己的母亲 我没意见 没意见的话 但是回家 是有时有赏的 不能天天在那儿 不回家 关键是他有时候不在那儿 打电话 我婆婆说还没回来呢 头六点就走了 所以二哥 我肯定是那个 从我妈那儿待着 天天天从那儿 就是有时候那个出去 买买那个菜了 和别人就那个出去也是 成 反正咱姐姐还一心 等着您回去呢 您也就在这个时候 管她怎样 已经享受六年的快乐时光了 今天其实没啥事 上场的时候 我还乐呢 就是得到六年 单身快乐生活的人 怎么还没有咱姐姐自己显得有精神头呢 您能爱她吗 我就再问您 爱她 您能够给她一点就是 她是一家之主的这种感觉吗 可以 她是活本的业 您能够当着女儿的面来说 你的爸爸在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妈妈没她不行 能这么说吧 能这么说 那您就把咱二哥哄回去嘛 好 谢谢您 你再到回到那天晚上 我告诉你 你看她说的是 你说去不去吧 我陪你爸妈玩 确实我也在玩 你打了个电话来 你这一辈子要五喝六罐了 承认吧 承认吧 这不反对吧 不反对 突然打一枪 我心脏不舒服 你快回来啊 好 我告诉你 我的内心反应是什么 嫌我玩了晚了 心脏没毛病啊 说心脏不好给我弄回去 再打两碗 这不是 听我说呀 您说我这心态对吗 对 我能理解 能理解吧 能理解 结果我回家以后发现喝桶大娄子了 害不害怕 本能害怕 没错吧 对 搁谁谁都害怕 既害怕又后悔 哎呦 这叫当时真出了个事怎么办 是不是害怕 对啊 叫慌乱 然后接下来劈头盖脸的就是属罗 这谁受得了 关键属罗的人还是闺女 这个就是酒饮子 勾起来了 三十多年 那个被欺压的事 历历在目啊 想过没有 劝您一句话 这个岁数任何梦都不做了 最实在的就是老伴 好的 其他都别想了 什么大计划 什么都别想 他的是回家奔媳妇去 没您什么事 别瞎掺我 回家回家回家 那儿不适合您待 不下大棋了啊 咱不下大棋了 好吗 那棋咱下不了 回家本本分分的跟媳妇过日子去 当然您那些要求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今天我们让大姐给您写上 写上啊 说一个固定的零花钱吧 你一个月多少钱 我们帮您落实 要不然咱怎么回家 帮您落实 提提提 一千五 一千五 对 一个月开一千五百块钱工资 行吗 行 其他全部上交 行 不问我这钱花哪儿去了 好吧 一周要去几回老太太那儿 说 一周反正自己说 三次吧 回不回家 回家 回家 好 一周去三次老太太那儿 行不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再提要求 玩几次 玩几天 要不要玩 自己也得娱乐呀 这个 玩去的话 到时候跟他就 一去 一块去玩了就 一起去玩 行了 行了 大姐这行了吧 说点软话 人生不就这样吗 凭什么追您八年啊 对不对 该做的我们可都做了啊 行 这要再不回去 您也就回不去了 最主要是 他就是皮肩 他太暴了 行了 六年的家已经放完了 接着回去蹲监义去吧 自己选的牢房嘛 对不对 自己选的牢房 自己进去坐去 一起进入 192 912 真情六十两 老婆 老婆你辛苦了 这些年我也是不愿意把这个家亲手拆那个散了 我只是希望你的脾气改一改那个脾气 工资卡交呢也可以多给点零那个花钱 但是呢 天天天回家肯定是做不到 只能是那个三天两头的可以 你的话我听到了 而且我也希望你真心的是跟我别再骗我了 你是真心的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专家 谢谢 谢谢 其实婚姻危机是增加了很多很多 原来是像半道老 现在变成了像半道草 因为回到了二人世界 你看我都不顺眼 我看你也不顺眼 我但愿他们两个人能顺眼起来 所以我认为双出 严老师 我还挺担心这个男士的 我觉得他这六年确实在妈妈那住着 得到了他很多 婚姻当中没有得到的自由和欢乐 他现在还没有想太多说 我真的七十多八十多 需要有夫妻两个互相照顾的时候 该怎么办 还沉浸在放飞当中呢 但我劝这个老哥出来吧 生活还得在自己小家庭里 双出 虽然这二哥刚才答应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反复 咱盼着双出 但自由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双不出吧 对于姐姐来讲 没这个老伴六年也都过来了 也没必要一定要把 可能会惹您生气 惹您暴躁的男人再次请回家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赛马大哥 站中间 老来伴老来伴了 现在就是要做伴了 好好做伴了 大哥你记住了啊 记住了 钱是身外之物 要不要的就那么回事 一千五给你 你能花些什么 我也想不出来了就 来吧 我们一起见证属于 这对老年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的成长能做到吗 可以 能做到 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请亮灯 好好保重身体 时间很长呢 好好过 活得再更有滋味一下就更好了 加油好吗 谢谢两位 好 加油 请回 请回 谢谢 谢谢各位专家 请回 请回 这手紧紧地攥着 拉离犯错回家的小孩 祝他们幸福吧 人生路还长 愿他们就一路这么牵着手走下去 来